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 能够压得倒他吗 我不用压得倒他 他自己就会倒下 韩国发现美男 大家好 我是韩国人 就点成了一堆花生 我追到韩国帅哥 哎呀 好温柔 野马摩托游侠 他们那摩托车游侠 这种事情我已经玩过了 我已经不喜欢他 你做游台 你只要跟着我 你绝食就能找出 千千叫声遭到冷落 我好想看这个女孩回家 那你能养得活我吗 如果我养不活我的老婆 我还干什么去啊 我是不是跳下去得了吗 今晚他们谁 又能征服全场 把登美人归 敬请期待 今晚十点十分 贵州卫视狼才女貌 火热登场 大家好 欢迎来到贵州卫视 狼才女貌 我是李亚 那么首先介绍一下 今天的特别来宾 第一位呢 是电视制作人陈子龚 恭喜 第二位呢 是我们非常可爱可亲的情感专家 苏行小姐 以后每个星期五晚上的同一时间呢 都将在这里上演一场 后相亲时代的过门考验秀 好的 那么事不宜迟 我们马上来见识一下 今天的十五位女嘉宾 班达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请历史们观赏 好 在这里呢 我要跟我们现场的15位女嘉宾说说你们的权利 你们在一个男嘉宾出来之后呢 将会有三次亮灯的权利 亮灯了以后呢 是不可以灭灯的 当然 如果你被我们男嘉宾或者是男嘉宾的家人选中的话呢 在选择的过程当中有反选的机会 听明白了 好 接下来就是你们的第一次亮灯权利的时候 请亮灯 有四位朋友亮灯了 小雪 你作为一个学中医的女孩 你觉得这样的体型可以吗 健康吗 我可以近一点吗 你还要近一点才行 我就是要摆一下脉 你不是隔空把脉吗 对 那也有距离 这么远不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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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您是不是做什么运动的呀 是 你有的时候就是天气变天的时候 哪块就是骨头什么的会疼吗 我左小腿经常疼 而且就是有时候变天的时候会胸闷气短 对 我肺不好 还有什么更爆炸性的吗 骨头好像颈椎啊什么有问题有错位的地方 我真服了 其他的都还好吧 好 谢谢 谢谢小雪 准吗 玄武 太准了 太准了 对对 像我们面前有我们15位女嘉宾的资料 以这个第一直观 你来挑一下您对什么样的长相的女孩 感兴趣 这个是吗 二号 二号 姨妈 我跟你说 这个其实有点适合 它是学中医世家的 可能会不会对咱玄武的身体 有条理啊 或者是有其他的方法 您觉得这种合适吗 这个可以 但是她恋爱次数很多 您介意吗 五次了 那我也比较喜欢她 您不介意 我不介意 也可能跟我们贤母就有缘 那姨妈你再挑一问 这个是吧 顾婷熙 我们来看一下她的资料 顾婷熙 不愿意跟自己的公共婆婆住在一起 但是愿意跟自己的父母住在一起 这个您 这个不能介绍 所以姨妈是不赞成这种倒叉门的女孩 对 是的 是的 大家其实对你的三维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你能稍微的说一下你体重三维是多少吗 体重175 公斤 对 175公斤 你最瘦的时候多少 也是也是减肥吧 那个时候 那你从180减到130 130斤那是个瘦子 正常人啊 这正常数字 那有没有什么外号吗 肉哥 肉哥 这个还挺贴切 最近有一个片子叫做功夫熊猫 你有看过吗 有有有 据说你可以摆很多很可爱的那个造型是吗 还挺像的对不对 还有吗 好Q哦 你平时经常会做这些来讨女生的欢心吗 不会 不会吗 真的不会 真的不会 来 这样子我们进一步了解一下男嘉宾 我们看一个VCR 爱吃 爱喝 爱美女 爱打 爱闹 爱睡觉 睡眠是一门艺术 谁也不能阻挡我追求艺术的脚步 我不是外 但我绝对够分量 我不是帅哥 但我是相扑界的罗志祥 别人转角遇到爱 我转角却遇到乞丐 除了美女 神马都是浮云 我是好色的功夫熊猫 玄武 我只代表我自己 相扑界的罗志祥 那你是因为要做相扑运动员 然后所以才把自己揣得这么胖的吗 是的 问一下没有这个亮灯的 来 5号留言 刚才我想接下他开场说的那句话 我的想法是 我来就是找瘦的 看到胖的我就晕 然后我觉得 你是不是该减肥了 胖子有什么不好的 是不是 我生气的时候可以拿他当沙包打啊 然后困了还可以整着他睡觉 多好是不是 等一下你自己都没亮灯 我是想再观察一下 因为我做事比较严谨了 再说了 我觉得刘燕 他就蛮适合你的呀 你就很交响嘛 然后又符合他的标准 因为5号左右 刘燕 我要说一下 你刚刚说胖的没有什么不好的 如果他给你了 晚上跟你睡觉 他不把你压死 我为什么一定要他压着我呢 我可以压着他呀 你就凭你这个身段 能够压得倒他吗 我觉得纯粹 只有他压死你的份儿 我不用压他 他自己就会倒下呀 那把这个送给你了 你带回家去 还是送给你的 人家还不是货哈 不能够有你们俩这样 互相送来送去的 好 那个6号 顾婷希 那个男嘉宾你好 我想问一下 如果我给你出一笔钱 作为那个减肥基金 十年挣一百万 让你去减肥 然后你愿意吗 我不干 你不干 他愿意坚持自己 以胖为美的这个原则 这个号李彦 我想问一下 你今天到这里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我说实话 我觉得 就这么聊一两个小时 就做男女朋友 很不现实 因为哥也是过来人 你喜欢的是要找哪个类型的女性 我不知道 我很想从 你这个人不可以做没有主见 因为是你找老婆 现实里边就是 很多人愿意做我妹妹 但不做我女朋友 玄武是不是你的所有的女朋友都是从妹妹当中发展的 是的 是的 她以妹妹为油头 以妹妹为右耳 然后广交女友 其实她是一个很花心 我是比较花心 说中了吧 我承认 从头到尾 我发现她说了这两句话 是心里话 才是真实的她 那我先告诉你 来到这里的都是真的要想要找对象 想要结婚的 有的女嘉宾户口本带来了 随时可以结婚的 她们有的时候要的是一件东西 要是感情 要是真诚 我觉得你在这一点真诚都没有 就我的感情经历来说 我不相信你 那然后问你要什么 喜欢什么 都可以 都行 都漂亮 没得选 你太没逐渐了 还是你真的就是那种 看到女人都要 然后是女人都拿的 这种类型的人 反正这么凶都不要 阿姨现在跟玄武吵起来 为什么吵着 这刘燕吧 她认为就是 玄武的态度不够端正 其实玄武不会说话 她实际上到这儿 就是找女朋友的 就不太善于表达自己 这个孩子对 她不太善于表达自己 10号刘亦轩 刘亦你真的特别搞笑 你没兴趣 你问人家那么多话干嘛 你不耽误大家时间吗 我觉得今天来到现场 就是来找对象的 不是在跟她闲聊 她干什么呀 她也不是来做菜的呀 她就是来找对象的呀 我只想她告诉我们直接一点 她要的是什么 所以你不喜欢 你就不要多问好不好 姨妈 现在场上特别的好玩 吵起来了 为了玄武 能够有人为她吵 我觉得很感动 因为我们家里人都琢磨着 没有女孩喜欢这么胖的 所以两人在现场吵起来 如果愣是让您挑一位她 你觉得谁 我还是写刘亦轩 刘亦轩 好 那个内讯啊 内讯啊 好 你有问题是吧 我也觉得 胖人是不是反应有比较慢 所以你打不上来 他们的话 不是 我们是画出口前 在老子那边要转几圈 好 接下来 我们就开始第二轮的亮灯了 各位女嘉宾 请亮灯 那我们这第二轮的这个亮灯已经过去了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东西啊 其实我们家里玄武啊 原来没那么胖 挺瘦的 也是个亮小虎 打一的时候 班上有一个胖姑娘 我去追求人家 人家不要我 说行我太瘦了 那好吧 那我就增肥吧 结果我增肥胖了之后呢 他又跟我说 他说现在我口味变了 他说我现在喜欢瘦的 所以很郁闷 你看这次上这现场 他爸妈都不跟着来 就觉得没信心 觉得没有女孩能看上他 父母呢 也可以说是比较反对这个 因为全世界都说胖不好嘛 什么你说胖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所以呢 反对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反对嘛 反正他也管不住我 对不对 但是自己呢 一定要要走自己的路 对 要不回头的走 是为什么问题呢 11号 陈琳 生活中就是说你的性格 还有你做对于其他的事情 是不是也是那么固执 不听别人的劝说呢 是 我要是坚持一件事情的话 我就坚持 其实为什么他不肯减肥 因为他瘦的时候 大家没有关注过他 而他胖了之后 他成为了一个 小范围当中的一个明星 其实胖是他内心 他认为自己的一种优势 如果让你选择其一 一个是女孩 一个是爱情 一个是相簿 你选择谁 爱情可以当饭吃吗 当然 那找那个 那个 又好 大概可以当饭吃一百万 不从西方 找 你认为啊 找六号 实际上我是觉得 今天的这个 这个选择还蛮难的 因为他自己没有把他自己真实表现出来 好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 15位女孩的第三次亮灯权利的时候了 请亮灯 好 那么在这一轮当中 没有人亮灯 你要从15位女嘉宾当中 挑出三位 还不错的对象 我认为还可以 是他 好 姨妈已经挑选好了 我们的三位女嘉宾 一位是二号 孟小雪 还有十号 刘亦轩和十二号 崔歌敏 接下来我们就 看一看 我们在密室里头的姨妈 到底做什么样的反应 您好 我们密室打开 大家好 带着姨妈 跟大家见面了 来姨妈 看着 先问一下 对这样的亮灯情况满意吗 这是我没想到的 我很感谢姑娘们 刚才我听姑娘们说的时候 有几个我挺感动的 那个六号姑娘 不需要你的钱 但是你这个心 太让我感动了 二号我也很喜欢 因为她终于是家 将来对弦舞都有好处 我想问你点问题 就是如果你们决定了 跟我们弦舞走在一起 支持她减肥吗 我能够通过我自己的努力 慢慢一点一点的引导她 如果说她不想减肥的话 我让她在胖的时候 是胖子中的最健康的人 好 现在我们的环节呢 就进入到最后的部分了 现在由我们姨妈 跟弦舞来进行选择 请背过身去 3 2 1 请选择 好 我们来先看姨妈吧 姨妈选择的是 2号 2号 这个其实大家都能预料到 对不对 好 那看看玄武选择的是什么 诶 14号 赵英 我们现在有请14号 赵英和2号 孟小雪来到城中央 你看玄武他喜欢 14号 玄武啊 14号姑娘太漂亮了 你不适合 我是相铺界的帅哥 还是2号 小雪好 要不这样好 两位到密室里慢慢商量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你找的这个女孩子 得能踏踏实实跟你过日子 你懂不懂啊 这好看很重要 好看 花啊 你老在那摆着啊 我就找一块在那摆 我就说 就停电看着这个花 好 好 接下来我们 有请已经商量好结果的姨妈跟玄武来到现场 还有这两位 反正不管怎么样 两位已经商量完了 最后的决定还是要由玄武来做的 是 玄武 你最后的选择是谁呢 我们三 三 二 一 好好洗 请奏上前 请选择啊 这太大的反差了 哎你 你刚才站我旁边我没觉得 你现在站旁边真的 你跟一座山似的 好 那个谢谢 谢谢二号小雪 谢谢 谢谢小雪 反正是你自己的婚姻 你自己的选择 选舞 接下来的时间就留给你了 好 女朋友说啊 就是你要你要减肥这些 所以我也没有这些心情 然后 很不好意思 但是你说做朋友这些 当然没问题的 对 很OK的 所以赵英你的决定是什么 嗯 很不好意思 好的那么 谢谢 谢谢赵英 那么玄武就算是 牵手失败了 好 那么希望玄武在今后的日子里头 少交点好妹妹 少交点好妹妹 多一个 只要一个就好 好媳妇 好 那也算是 是圆了家里人的一个希望 好 谢谢 谢谢玄武 谢谢你妈 谢谢 谢谢你妈 其实这些女嘉宾都很优秀 都很优秀 陆瑶芝麻 逆瑶芝 有些人心吗 嗯 我想以后他会找到他自己心爱的女孩 接下来有请第二位男嘉宾 张元琼 谢谢 我叫张元琼 来自北京 今年二十八岁 嗯 自己经营一家 汽车都在公司 嗯 有点小紧张 因为两只手背在后面 不断地在那种打节奏的感觉 好 我们接下来看一看密室里头带来的谁 哈喽 大家好 大家好 李爱你好 现场的所有的美女你好 那接下来我们的这位男嘉宾带来的就是她的姑妈 我们家圆琼 是一个很有很有个性的孩子 虽然她长得很秀气 很文静 但是呢 她的性格像一匹猎马 我就希望今天能找一个能管得住的她的女孩 这样呢 就把她巡抚成一个好马 你什么关照 听完圆琼自己的介绍 姑妈的介绍之后 是女嘉宾第一次亮灯的权力时间 请亮灯 这有两盏灯了 这挺出乎我意料的 接下来我们进一步了解一下男嘉宾 看一个不行 爱摩托 爱加速度 爱游侠生活 爱自由 爱南美 爱切割瓦拉 我是工作狂 在忙碌中寻找快乐 我迷恋骑行 在奔跑中寻找快感 不喜欢士族的进步 不喜欢现实的浮躁 我是一匹不羁的野马 寻找一位能驯服我的姑娘 我是摩托游侠张元琼 我只代表我自己 在现场这么多位女嘉宾 哪一位对这样的生活 游侠一般的生活感兴趣的 白燕玲也喜欢这样的生活啊 我曾经也向往过 就是说等有一天 就是生活赚足够多的钱了 然后可以找一个就是 没有太多压力束缚的地方 然后安静你的生活 那如果说你现在有三百万 你会拿来做什么 我想三百万 我觉得我可以先去新疆 因为我喜欢北疆 所以这三百万就是拿来玩了 就是一个活动资金 就是不会拿来做其他 什么固定资产的一个购买 对就是我不会拿它去背包 刚刚第一轮选择完了 只有两盏灯 为这个圆穷亮着 出乎意料之外 因为我们圆穷长得多帅啊 看有点像黄海波吧 你们看看 甚至比黄海波还漂亮 还帅 是是吧 我们先看 这两位呢 一位是三号的 三号的这个白燕玲的 她的资料是 青岛人 青岛出美女 这个女孩吧 挺不错的 长得也很漂亮 年龄也合适 小一岁 青岛人也不错 但是显得比我们责任 比较老气 我觉得她有一点 她太自信 然后甚至有点傲了 我觉得 然后如果是我的话 我觉得我三五百块就够了 我买一帐篷 再买一铁盆 然后边走边要 有个地儿住就OK了 所以你觉得 就是所谓浪迹天涯的这个概念 跟你有所不同 对 我们剖析的好深哦 接下来是女嘉宾的第二次 亮灯权利时间 请亮灯 哇哗啦哗啦 多了好几个 现在你可以问问题了 现在一下多了好几个 我先问一下十号 如果你要是跟你 男朋友结婚了 然后度蜜月 一个是这个巴黎 还有一个是古巴 这两个地方度蜜月 你会选哪个 我选古巴 因为我喜欢 比较有挑战性的地方 我想问一下 你这个问题的含义是什么 我是想看看 他能不能前沿搭上后语 他喜欢搭上我 很有心机 他其实是属于那种 还挺喜欢挑战的男生 所以他想找一个 驯服他的人 还真挺难的 我觉得 这个不错 这个姑娘 你是22岁 22岁本科 而且是北京的 北京人 北京人 正好和我们 家庭条件很远远 我们园穷家庭小间也不错 对 独生子女 这个庭西呢 他有一点就是 不希望婚后 跟自己的公共婆婆 住在一起 但是希望 园穷本身已经自己 已经住在外边 对 没有在家里 对 就是因为他的性格 那个家里的人 老是看不惯 爸爸对他要求很严格 带过很深 干脆就自己出去 独立出国 园穷会喜欢这样的女生 可能看起来甜甜的庭西 接下来我们进一步了解一下 谢谢大家 现不出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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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已经28岁了 想当一个摩托车游侠 这么有能力的一个男人 为什么就缺乏爱的能力呢 我对爱的理解 我觉得就是你如果要是想去对她好的话 就是你首先你上来你就应该告诉她你真实的一个想象 你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但往往有的时候岁数小的女孩她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她不知道自己想生活在什么状态她不知道 她生活还没开始呢 但老女人知道她知道我想要 老女人知道 所以没问题 对 我就说她知道这些东西她告诉我 那我觉得这些东西我能够满足她 我能够给她 为什么我说我如果接触以后要有一年的一个时间才能结婚 因为比如说她比我大 女人衰老的快 如果认识以后马上结婚我不怕离 再离我再接 但她不行 所以这就是大爱 这我认为是你对这个爱的理解跟我不一样的 接下来是女嘉宾第三次亮灯的权利时间 请亮灯 好 多了成林 我们最后请姑妈从我们的十五位的候选的这个女嘉宾当中挑出您觉得比较适合的三位好不好 刘燕 刘燕 好 顾廷熙 还有九号张梦然 好 姑妈最终选中的是我们的五号刘燕 六号顾廷熙和九号张梦然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姑妈的选择怎样 觅使门打开 各位好 站在我身边的就是我们的四号男嘉宾的姑妈 姑妈有请来 欢迎 大家好 那姑妈你选择的 我刚才在里面看了好几个漂亮的姑娘的那个材料 但是我比较心仪的是五号六号和九号 五号六号跟九号 对 五号没有亮灯哦 没有亮灯啊 对 这个太出乎我的意料了 我们圆琼长得多帅啊 因为刚才经过一轮的了解下来 她想要大女人 首先我说一点 我是一个大女人 我所有的朋友都说 我的心理年龄比她们任何人都大 而且她们的那摩托车游侠这种事情我已经玩过了 我不喜欢强势的大女人 因为女人要小鸟一人 但是她不需要小鸟一人 她不喜欢吗 但是我们家长喜欢 我们喜欢比她小三到五岁 这样呢 对今后的后代忧生忧郁是很有好处的 那那你看看 你看看 刚才您说了 你还喜欢六号跟七号是吧 五号六号和九号 好 那你可以问问题 六号比较好 我觉得她很端庄 这样子好了 那不如就选择一下吧 好不好 只选一个呢 对你不能选两啊 真的 然后按确定 选好了号码按确定 好了吗 没有了 严穷还在考虑当中 好了 好 我们来看看姑妈选的是谁 请看 六号 今天六号选 被选的够多的 来我们看看严穷选的是谁 十一号陈琳 有请两位 陈琳是最后一个亮灯的 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抄亮灯 因为开始呢 我是觉得她就是那种生活很 就是很不稳定 但是后来我听她说了 关于结婚 就是说要一年了以后才能结婚的那个理由 你觉得很负责任 很负责任 那既然两位的这个答案不一样的话 就请姑妈跟袁琼到密室去商量一下 好不好 来 什么都算了你 还有心机也知道吗 真的结婚以后 都未必这样 像个公主 任性的女孩 绝对没有心机 绝对很单纯 没有头脑 我想想 姑妈我想 你看看这个 舞蹈教师 江西人 还工作在广州 你在北京 他在广州 行吗 你去广州 父母怎么办 这些问题反正都会有 但是 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就摆在眼前 你能给他调到北京来吗 能给他北京户口吗 以后生了孩子 那个是在那边交易 两位嘉宾有什么话说吗 如果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称心如意的 我觉得年龄不是什么问题 像这个 11号这样的是特别典型的那种温柔外露的 但是我就说有一点点 就是说你的这种温柔要足够博大 能够博大到包容它的小野性 好 看看两位的这个选择怎么样 我们有请 袁琼和姑妈 两位 我刚才随便的瞄了一眼这个密室啊 就发现一直是姑妈在 圆琼就在旁边 不过怎么吧 还是要由圆琼来 选择一位 到底 两个女孩 选择了谁 请你五秒之后 走到那女孩旁边 五秒 五秒 真的是一头猎马 来 五 四 三 就典型的一堆花枝嘛 可以遇到韩国赛歌 好温度 那你是今天最二的 谢谢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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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对不起 我知道你喜欢饭没饮 请你五秒之后 走到那女孩旁边 五秒 五秒 真的是一头猎马 来 五 四 三 二 一 走 好 我们先谢谢六号 谢谢 文中先说吧 说说为什么选择了十一号 陈琳 你是最后一个把灯亮的 我觉得就是你会思考 你会去听 我觉得女人善于倾听就是最美的 就是最有味道的是吧 你倾听了 你知道我想的是什么 所以我想如果你同意的话呢 你可以告诉我你想的是什么 我确实是一步一步了解 然后 尤其是最后你那个 关于结婚的那个 我比较认同 而且 觉得你在这点上面的话 挺负责任的 跟我开始的印象不一样 但是刚才老师说的那个 我很大爱 然后比较成熟 这点我确实也是 我也可以去包容你的小野性 可能不太包容你整个大家庭的那种挑剔吧 姑妈 现在这个时候女孩说 她可能迫于这种压力 你不要再辨解几句 为自己的大侄子争取一下机会 我已经不喜欢她 我觉得太瘦了 虎瘦如才 年纪大的人都喜欢 女孩稍微胖一点 那不行就说不行吧 不好意思 好谢谢 谢谢 谢谢陈琳 谢谢陈琳 我们请 袁琼 哎呦这个 貌似女孩对你很满意 但是就是害怕你姑妈了 什么感受 对啊 就是生生拆散了 不但是我觉得 其实生活就应该多一点精力 陈琳我觉得是这样 你要如果觉得家庭 那个是问题的话 首先以我这种性格的人 我觉得我不受 家庭的影响太多 但是我受啊 不管怎么样 女孩已经做出了决定 所以非常遗憾 谢谢 谢谢袁琼 谢谢姑妈 谢谢 谢谢 来 今天虽然没有牵手成功 但是还会按照我的意愿 去寻找我喜欢的女孩 虽然没成 我有点遗憾 可能她也会遗憾 我希望 逐渐逐渐 我们也会 这个观点 会有点靠拢 希望她能找到自己的真正的幸福 马上有请第三位男嘉宾李真和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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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李真和 今天二十三岁 我是韩国人 我 找 想找到 想找到 我的公主 哦 别走 别走 你想找到 你的公主 那通常 在韩语里头 我们都知道啊 我们叫帅哥叫欧巴 对对对 那叫 就是你的公主 应该怎么称呼 韩国话 韩国话 公主 公 公主 差不多一样 八音 差不多一样 好 接下来我们 密室打开 大家好 我是国君 那现在坐在我身边的就是我们男嘉宾的姐姐 姐姐好 大家好 我是李真和的表姐 我叫金北京 现在请密室们关上 嗯 相信刚才你们都已经听到了 真和的自我介绍 接下来是你们第一次亮灯的时间 请亮灯 哇 小雪 为什么你不亮灯 就是 韩国好像是一般都是整容比较厉害 哦 有没有整过容 我真的听过 我没有 这是我妈妈爸爸做的 所以我生不行 原装的可以吗 小雪 可以可以 好 8号刘珊珊 你亮的好快啊 男嘉宾你好 你好 你好 哎你就像从韩国偶像剧里面走出来的男主角 你能在现场为我们深情的演唱一首韩文歌吗 应该是你的拿首好戏吧 韩国歌 对啊 对 好 我是浩蓝 你们也是浩蓝 浩蓝知道吗 二 三 好谢谢谢谢 我还想问一下陈琳 他爸爸妈妈都在国外 对你来说应该很好啊 但是刚才他往这里走 我很开心 觉得可以跟他对望一下 但是他突然之间跟我说 二 我 我真不知道 对 为什么 这个是我 朋友跟我说过 这是好说 哦 他说这是个好的词 哦 那你是今天最二的 姐姐是很难 我也很难 对 这个是好说 所以你说我郁不郁闷呢 七一号 十一号陈琳 对 这个姐姐工作地也蛮远的 是在广州 父母都是商人 那条件的他家里 比如说商人的话 应该是经济条件是比较不错的 因为那个是 我也是家长的立场 应该是希望比较 还可以的背景 你觉得好吗 可爱吗 这样 太可爱了 很可爱对不对 这样是可爱 二的意思是很傻 很傻 很傻 傻什么意思 傻 傻瓜 真的吗 真的吗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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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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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位告诉你听二是好的意思 现在有手机吗 我给朋友打电话 是哪里的朋友是中国朋友吗 中国朋友都错了吗 我的朋友 没有 他们都很好 他们对你很好 好了 不要再破坏他 朋友在他心目中的形象了 好 接下来我们进一步了解一下 真和我们看一段VCR 爱花样滑冰 爱拉丁伦巴 爱冠军 也爱中国美女范冰冰 我是全能选手 我多才多艺 帅 不是我的错 我只是错上加错 不爱单眼皮 不爱人工美女 我阳光率真 我敢爱敢追 我是纯天然的韩国男孩 李真和 我只代表我自己 各位有什么问题吗 五号留言 你不喜欢单眼皮的女生 是吗 但是 可爱 喜欢 那我这样的呢 我是单眼皮的 还行吧 还行啊 那还行 那就好 我必须得说 就典型的一堆花痴嘛 根本就是 然后遇到那个中国爷们的时候 然后就 一堆像泼妇一样的问 然后遇到韩国帅哥 就 哎呀 好温柔 就全变了样了 10号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 看到的是肤浅的东西 就觉得我们是花痴 但是真正的内在 你不了解 因为你不是我们 不是我们肚子里的虫 等等等等等等 哎 咱们男嘉宾还在这呢 哈 那个 矜持 矜持 但是你必须挑出最好的来 你觉得 我觉得5号 比如说 5号 对 5号留言 她的那个整个发型的感觉 很像女人味 哦 有女人味 对 以后这样的性格应该是有很体贴的 自身的缺点是脾气有一些火爆也有一些急躁 是吗 嗯 那女孩子 比如说我的弟弟给他什么不满意了 或者他也脾气很 酱 对吧 这我不知道可能会 是吗 你会不会担心 有点担心 我想问一下男嘉宾你会带中国带多长时间 我喜欢中国 因为我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第一次爸爸 哇 嗨爷爷吗 第一次爸爸 祖先吗 祖先吗 祖先对 哦 祖先 哦 好 主先是中国人 我的姓 李 这个是中国的姓 所以我爸爸喜欢中国 所以我也喜欢中国 但是刚才我们看到你的VCR 你好像还会跳舞 啊 我 嗯 哇 哇 诶 这是我刚才捡到的啊 有人想要吗 想要举手啊 诶 小雪 你不按灯 你在想要背心啊 什么意思 你一会儿可以按 你一会儿可以 你也被打动了 7号 谢谢殷杰 我想跟珍和说一下 她那个就是说 她的表演令我太印象深刻 她太有才了 如果哪天你走在街上 被星探发现成为明星 我可不可以当你的 私人的服装设计师 因为我本身 我就是一个设计师 她觉得你是一个明星的材料 明星superstar 对 她希望成为你的designer 你做工就designer 对 你希望成为一个明星吗 想 现在是你的工作吗 我在韩国的工作 跳舞学老师 跳舞老师 滑冰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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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看第二位 我第二位的话 十三号的也很耐堪 十三号 是的 洪敬文 这个女孩 她有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很乖巧 很懂得天 就是迁就别人 哎呦妈呀 那很好呀 我也 对啊 我也喜欢 但是也有不好的 有些懒 不懂积极争取 这个怎么怎么办 如果她喜欢我的弟弟的话呢 我也跟她肯定交流啊 以后呢 她也是 我希望可以她也能变 慢慢渗退 对对对 所以不在意 是的 好 那么接下来是你们第二次亮灯的机会了 请亮灯 哎 小雪 你刚才说你会亮的 很想要这件衣服狂举手啊 刚才 但是 她说她喜欢翻冰冰 我觉得我腿不成 我觉得她腿可以到这 小雪 我觉得 你的这个选择是明智的 其实我知道你的心里很想要 你很想爱 对不对 我喜欢看着她 但是还是给别人吧 就是好的东西可以看 但是不一定要拥有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小雪很明智 好 那那个我们觉得也要需要更了解一下真和 所以我们来看看第二个微信 比真好的话呢 他们家庭非常传统 教育得很好 我爸爸非常爱我的妈妈 然后我妈妈有心脏病 从小开始她比较懂事 她的妈妈有一点 一直身体不太很好 以后呢 她主动的照顾妈妈 我也是结婚的时候 结婚以后 希望照顾我的弟弟 各个方面 好 五号留言 你的姐姐希望你找一个 可以照顾你的女朋友 那你是想要找这个类型的吗 我爸爸 做饭 serve 做饭 我洗衣服 洗裤子 洗碗 爸爸 这是运动 这是运动 做家务是运动 所以这是我习惯 所以其实她愿意照顾女孩子 在我们第三次亮灯之前 我们有个补充的VCR 我们看一下 敬意识 敬意识 我真的想 discute 你也想生你的股息 我覺得很想看 我們靜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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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們一定要跟他合作表表我觉得 歹 DR. 我們靜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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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娜呀 爸爸 你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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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娜 努力 努力 謝謝 謝謝 沒有想到 哥哥 謝謝 爸爸說的話給你什麼感覺 他覺得他不能幫助你 沒事 男子漢靠自己 爸爸做工作 我做工作不一樣 沒事 我自己做工作 好 可以看出這是一個非常 不好意思 團結和睦的家庭 非常溫馨對不對 剛才這段VCR放完以後 小雪一直在掉眼淚 兒型千里牡丹幽 支持你 但是對不起 我知道你喜歡潘冰冰 謝謝 謝謝 嗯 接下來就是我們女生第三次亮燈的機會了 所以你們的決定是怎麼樣子的呢 請亮燈 好 好 所以還是保持著剛才的一個結果 我們現在呢 在我們的密室 就請姐姐來挑選出您 心中最心仪的三位 好不好 三位 三位 先 好 十三號 還有 十一號 嗯 還有 雖然他長得不是很好 但是我感覺 他 最歌名 對 哦 那我們接下來有請姐姐出場 密室門打開 來帶著 我們追合的姐姐一起跟大家見面 來姐姐請 預料到了吧 哦 對 所以首先那個女嘉賓 謝謝 你那麼多 美女對喜歡我的弟弟很感動的 嗯 其實很多的女孩子認為韓國是蛋蛋的主題 千萬不要這樣子想 嗯 現在男孩很很體貼 特別是我的 弟弟是非常非常有誠信的 而且非常 照顧他喜歡的女人 我這個 我可以保證 有哪幾位 你是想要問他們問題的 嗯 十一號 嗯 十一號 你喜不喜歡我的弟弟這樣樣子 很喜歡 是嗎 謝謝謝謝 謝謝 接下來是兩位選擇的時間 來 喜歡哪一個 就按他的號碼在上面 然後按確定鍵 按確定鍵 好 兩位請以背對妹 背對背 兩位背對背 好 三二一 請選擇 我們先來看看 姐姐的選擇 十一號 十一號 十二號 十二號 為什麼 是十二號 謝謝 子inos 十一號 這個是十一號 你將二位請出門 太偶然 謝謝 謝謝 好,有请姐弟两 曾和何表姐,有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Go!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可能对于我来说 女生都需要被人照顾的感觉 那我只能说很抱歉 我更希望脚要给我大一点的 啊没事没事 真的是 好 谢谢 谢谢小敏做出的选择 所以 谢谢 我跟你说 好好找男孩 好好找男孩 谢谢 谢谢 他的意思是那个 以后找得好男孩 好好男孩 快找 快找啊 好 谢谢 谢谢小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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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和的刚才最后那句话的意思 有点说 你赶紧找到另外一半吧 对 主要是他 还是震惊他的意见 而且早点找到另外一半 他也可以 没有想法了 对不对 那不管怎么样 我们要尊重小敏的选择 那么也谢谢 谢谢两位 谢谢珍和 谢谢姐姐 谢谢 谢谢 拜拜 再见 拜拜 其实我的弟子是非常棒的 可能他也是不太了解而已 所以非常非常遗憾 真谢谢 然后很感动 真谢谢 大家 欢迎你 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男嘉宾 李明良 你好明良 你好 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叫李明良 我是湖北人 来自天津 我现在是一名大学教师 我的交友宣言是 我捧着一颗心来 我好想带这个女孩回家 谢谢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密室里头 今天明良带来的哪位亲人 李爱妻好 今天来让我们历史的就是漂亮美丽的姐姐 坐在身边的就是李明良的姐姐 来给大家问个好 哎大家好 美女们好 这样 要请姐姐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在姐姐眼中的弟弟是个什么样 弟弟是一个从小就是 品学兼幽的好孩子 有理想 有梦想 好 历史门关上 好 刚才姐姐说了 你品学兼优 读书读到什么程度 从学士到硕士到博士到博士后 当然不是练师了 那现在是在学校里当老师 对 现在是大学教师 好 各位 现在是你们第一次亮灯的时间 请亮灯 我们先问一下 7号 谢灵杰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高学历的人 因为就是说我觉得高学历的人 如果将来在一起的话 智商也会慢慢地变高 你觉得这个7号 谢灵杰 作为一个设计师来说 你能欣赏她的设计吗 她今天穿的这个衣服 就是她的设计 那灵杰 你出来秀一秀呗 好 谢谢 谢谢灵杰 你觉得呢 我觉得这种衣服 好像特别的环保 很有个性 很有个性 那你以后媳妇穿成这样 能出门吗 能接受 我们要为地球尽一份力 吗 可以 贤灵杰 我们看一下她 姐姐觉得这样的女生 符合您的这个标准 然后刚刚她展示了她自己的衣服 你喜欢吗 我喜欢倒是喜欢 我弟弟也是喜欢高高的 但是呢 我不看好她那个 就不特别开放的这种个性 因为我弟弟从古里头 我觉得还是比较实惠 她要传递一点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 你觉得就是什么对女人最重要 家庭 在我看来 为什么 我记得一位作家说 厨房是一个女人的起点 也是一个女人的归宿 如果一个女人不热爱生活 或者说她不爱厨房的话 我觉得她在生活上热爱 生活上可能打了一个折扣 8号刘珊珊 你说我俩同时 每天都辛苦的出去工作 回家以后 我干嘛还要服侍你呀 我妈把我生下来 要不是给你做保姆的 我没有说呀 这句话说 厨房是女人的起点 也是女人的重点 不代表男人 不和她一块做呀 这没有把男人 你会吗 你会吗 我会 刘珊珊 刘珊 8号的刘珊珊 那珊珊的这个身高 比较高1米73 然后她做的职业是 曾经在迪拜 做过酒店管理 又是酒店管理的 我对这个类的职业 好像是有点那个什么 因为这这类的职业 好像都是过不了家的 如果我不爱做家务 我希望你来做你愿意吗 家务嘛 如果总是我来做的话 那想想男人的事业去哪了 那我出去工作 我养你呗 你能养得活我吗 那你能养得活我吗 当然可以 我想作为一个高学历的 如果我养不活我的老婆 我还干什么去啊 我从这跳下去得了吧 真的 中国的博士后多的是 难道你就觉得你是金字塔的顶尖了是吗 没有 没有这个意思 我只是感觉我把我最充分的东西 真诚地表达出来 这就是我的一个事情 这样子我们进一步了解一下男嘉宾 我们看一个微信 爱读书 爱规划 也爱烧几个清淡小菜 爱旅游 爱思考 更爱知书达理的文静女孩 我不熬夜 不泡巴 希望你也有同样的节奏 我不是书呆子 骨子里还挺浪漫 我不复杂 但是有足够的深度 我是大学老师 李明良 我只代表我自己 那我要问一下了 你谈过几次恋爱 两次 谈过两次恋爱 你第一次谈恋爱的年龄 我在爱情上启蒙是非常的晚的 第一次年龄在三十岁 我觉得我的智商可能没有二百五 但是我的情商肯定超过二百五 那个您的情商很高 为什么在三十岁之前没有体现出来呢 其实是这样的 我觉得我在说点开玩笑 我在初二的时候 我就有个单相思 喜欢三个女孩 你同时喜欢三个 大二的时候 大三的时候 但是没有表现任何行动 我现在自己想起来 我也感觉到很奇怪 就是你不敢追求 是不敢吗 对 也可能是在学业上 可能有一些这种压力 顾忌 对 从自己来看 你想看起来 三号 白燕玲 阿是我们所有女嘉宾当中 年龄算是比较大的 别的地方我都挺喜欢 就这个调酒师可能 有一点这个职业 觉得是不是就生活没有规律啊 或者是熬夜啊 怎么的 哦 考虑的 对于将来她的家庭生活 比如说有家庭中的养孩 抚养孩子 就是微微或家庭的可能不太有冲突 我刚才看到她跟15位嘉宾的这种应答 我发现她是不会聊天的 实际上你知道吗 女人的爱伤确实不高 什么叫爱伤 就是恋爱的这种智商啊 恋爱的能力啊 您做过最浪漫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我觉得浪漫不是送一种鲜花 或者和女朋友一块去点生日蛋糕 我觉得浪漫的情环来自内在 对现在可能一个眼神一个动作 我们相互彼此的很惬意 可是如果我就喜欢鲜花 我就喜欢蛋糕 怎么办 那我可以找一个特定的节日 我不喜欢看书 而且你说你特别爱生活爱环保 然后我喜欢穿比基尼 我也蛮环保的 因为布料少 你能接受吗 那不在我的视野之外 我只能说对不起了 就是比基尼的女生你接受不了 在沙滩上穿比基尼很正常啊 不可以 10号刘亦轩 几贯是内蒙古 做人生师的 姐姐又疑惑 姐姐怎么回事 所以姐姐您的 你自己心目当中的标准是 什么职业呢 什么老师啊 老师 或者说是医院的 工作要是稳定的系列单位里 可以 现在是我们女生第二次亮灯的权力时间 请亮灯 15号呢 她又本身学历很高 我想说会教给我很多东西 她要求25岁以上呢 但是如果性格成熟的话 跟25岁也没什么区别 可以吗 非得说限制出生的那个年月人 她非常smart 非常smart 好 我们进一步了解一下明亮 请看下面的微信 我是绝对不能接受的第一种女孩 她经常套拔的逛夜店那种 比较自私的 或者说为我独争的 第二个的生活 没有规律的 喜欢熬夜的这种 脾气比较大的那种 第三呢 她没有一份正式工作的 我弟弟这个感情 这一点比较单纯嘛 在09年 是经过一位朋友介绍 认识的一位女孩 家庭呢 各方面条件都非常优越 处了八九个月 最终因为这个女孩 我觉得在性格方面 比较偏强势一点 我弟弟本身就是一个 比较敏感 有自尊心的孩子 有时候她无意中 女孩子说话 就触动她自尊心吧 最后 基于这几方面 都还是分手了 我理想到的女孩 是那种极美丽与智慧一生的 她能够点亮我的生活的这种 希望她人品好一点 面容好一点 身材好一点 家庭成分 希望她能够比较微悦一点 刚才小片里头 她对女朋友的要求 还是蛮多的 所以11号成林 她正巧说的 那个什么什么都好的呢 我觉得我也还行 但是你觉得 这样的女生的话 你觉得她就非得选你吗 凭什么开这么大的条件 追求完美 本身没有错吧 我想 如果她不喜欢我 我也不会想到她 你觉得你自己能够吸引女孩的条件有哪几条件 对我自己的优势的话 我觉得第一 我一旦爱上一个女孩 她是我老婆 我会全身心的付出 第二点 我觉得我还 除了大学以外 我还有可以有其他的平台 去 事业上不错 事业不错 我想请问一下 你有什么缺点呢 缺点很多 比如说敏感 比如说刚才 不能跟你很好的交流 对吧 你也知道 还有比如说 眼睛很小 个子很矮 都是 不是 好 我们接下来是 15位女嘉宾第三次亮灯的时间 请亮灯 好 那么在这一轮当中 没有人亮灯 那姐姐最后定下来三位好不好 嗯 然后告诉我们 来 6号 6号 嗯 11号 11号的陈琳 15号 15号 就这三位 对 好 好 好我们接下来有请姐姐 历史门打开 那你可以问问题 嗯 你想问的 嗯 我想问一下6号吧 6号你好 美女 那个 我想问问如果说 对一个 呃 你看上这个男生 呃 针对于他的这个个人能力发展 和他的现实条件 你更看重哪 哪一点 条件其实我无所谓 因为我们家条件很好 尽量的 我还是希望我们能够在一起工作 因为我现在帮一家做做生意嘛 但是如果他有他自己的追求 我不会勉强的 我觉得呃 各做各的也挺好的 那就是说 你也不能够为了他 牺牲你自己的 来到天津是吧 呃 去天津离北京不远啊 那么接下来就是两位选择的时候了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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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请到这边 来 两位 请选择 看看姐姐的选择 姐姐的最终的选择是六号 好 好 呃 看看 弟弟 弟弟的选择 明亮的选择是谁呢 哇 一致 来 有请六号 我现在就是明亮走到女生的面前 因为接下来是六号顾婷希选择的时候了 来 我听你在VCR里面有了一句话 你说你不喜欢太强势的女孩子 可是我觉得你应该有一个心理准备应该知道 像像我这种就是从小一时无忧 然后家里父母都宠着 然后基本上脾气应该不会太好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 就是你说的强势那部分 我肯定是百分之百强势的 强势我是这么看的 其实你遇到一个什么样的人 如果这人具有包容度的话 那么这个强势就变为一种可爱了 所以如果说这个人你不喜欢 那么这种强势 他就是这种典型的强势 我是这么认为 因为你刚才说 你跟你那个女朋友分手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太强势 所以我觉得 你那个女朋友很有可能是我的前车之鉴 所以我不得不慎重地考虑一下 我觉得是这样 所以 您的选择是 所以我的选择是 不好意思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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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请明良来到我们身边 来 两位 很遗憾 其实可以尝试一下吗 对吧 如果说能够彼此适应的话 那不因为我这么一句话 而放弃了选择 谢谢 谢谢 吃不了热豆腐 好 谢谢 谢谢两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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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遗憾的是 没有牵手成功 我觉得我弟弟可能 这有这么一个最大的缺点 就是他太腼腆了 不善于表现自己 表达上也有些误差 蛮遗憾的是 遗憾啊 今天四位男嘉宾都没有这个牵手成功 但是我们在最好 还是要再次的感谢一下 我们现场所有的女嘉宾 感谢一下我们两位嘉宾老师 没错 那么在这里呢 也要感谢我们的真爱百合婚恋网 当然如果你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并且牵手成功的话呢 将会获得 由银路花生牛奶提供的 巴厘岛浪漫双人友 赶紧来报名吧 是的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啊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